歡迎收看五七股市同學會 我是陳明君 各位同學上課囉 Delta疫情的傳言 還好啦 沒有大家想得這麼嚴重 可是有多少打擊到市場的信心了 海北股市今天一吐是跳水急殺 但是低階的買盤 馬上就湧進來了 中廠是收付了 一萬七千三百點大關 這夠了嗎 好 今天靠的是誰呢 大哥小弟都有出力 大哥包含了台積電 聯電大力光電子股都有回神 小弟 IC設計 封測股也有資金點火 而今天傳產的鋼鐵造紙等等 也都有強力的穩盤 可是啊 這成交量怎麼那麼低呢 兩千五百億元 買氣到底去哪了呢 馬上歡迎今天來同學會的 三位來賓了 第一位歡迎分析師 蕭又鳴老蕭好 明君各位同學好 第二位歡迎分析師 連錢文阿文塞好 明君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第三位歡迎分析師 藍燈耀藍老師好 所有的好朋友們 大家下午好 引起恐慌的Delta疫情擴散危機 暫時的解除是暫時而已 大家還是要做好這個防疫的工作 但臺北股市今天開地之後 好多股票有恢復一點點的人氣了 指數尾盤是往上翻紅上漲了三十多點 台股中秋節之前現在感覺有一點點亮縮整理的形態 那麼劫後有沒有機會變盤向上呢 今天最早發動的是矽晶圓族群了 為什麼 因為中國太陽能矽晶圓的漲勢非常的兇猛 價格一直飆上肥下壽 矽晶圓這個族群很開心 可是太陽能難道要暗自垂淚嗎 因為成本變高了 等等請教老蕭老師的最新解讀囉 再來關注蘋果發表會 這兩天的新聞曝光 可是都被疫情給搶走版面 但是大家一定要認真地看 因為隨著發表會的日期越來越近 蘋果新品的功能也引發了大家的討論 舊的蘋概股有機會嗎 還是說這幾年感覺是新的蘋概股表現比較猛喔 阿文塞今天要陪大家一起來爆雷 蘋果的新功能有哪一些 哪些個股呢 大家可以慢慢地來留意 因為法人已經悄悄地在佈局囉 再關注貨櫃三雄當中的長榮 昨天公布的獲利真的非常的猛 還要毛起來買新船 可是今天沒有辦法帶起航運股的走勢 跟氣勢 原來航運股現在欠什麼 已經有兩好球了 再一顆好球就能夠啟動攻勢了 到底這個救生圈是什麼呢 蘭老師會繼續幫大家來追蹤 另外今天好多喔 投信結帳的標的居然是大幅度的回神了 是不是投信又回來買了呢 還說投信轉賣的話 不一定就真的股價不會漲了呢 到底該跑該聊 國安環鎖定五七股市同學會 今天盤中我們的行政院長公布了最新的 五倍券的發放計畫呢 因為大家也關注到其實Delta疫情 其實有被慢慢地控制下來 沒有大家想得這麼恐慌 在昨天經歷稍微的恐慌氣氛之後呢 今天大盤呢早盤開低可是慢慢地往上回神 幾乎呢都在平盤附近震盪 可是尾盤的時候呢是拉起來囉 今天呢中場市上漲的三二三點 收在一萬七千三百零四點 首晚一萬七千三百點的大關 但是看看這個量啊 好久沒有看到這麼低的低量了 這個成交量只有兩千四百三十九億元 今天量縮 但是呢普遍上呢 各大族群都有所表現 包含了大哥級的聯電啊台積電呢 都是穩盤的角色 中鋼喔今天也啟動了 鋼鐵股呢今天也是走路有風的 只可惜有一點點這個航運股的部分啊 昨天呢長榮市公布了非常亮麗的獲利水準 也說要來買新船 但是航運股呢卻是利多部長 怎麼樣來解讀呢 那蕭老師我想先問一下喔 我們看到大盤喔連續出現了 三根的黑K棒之後呢 就有一點點向下 但是今天呢出現了一根這個紅棒 這個其實這根紅棒的量 有一點點的少 是否現階段來看呢 我們還是不可以對大盤太過的樂觀 對整體上如果我們單純從 整個K棒形態 我們簡單看這個區間喔 你會發現到台北股市有連續 三根黑色的K棒 我們叫做黑山兵 要扭轉這個黑山兵 它的最低標準就是台北股市 一定要站回17307 接下來剛剛明君特別提到 今天這個量能急說 我們對比台股今天走勢 最主要為什麼今天沒有殺尾盤 就是因為今天量能急說 代表今天早盤 進場做當中的朋友比較少 既然進場買得少尾盤就沒得殺 所以今天尾盤就表現得 整體上蠻穩健的 面對台北股市其實我們觀察 整體大盤的一個框架 它是完全依照標準結構 一步一步慢慢的再走 既然是這樣子 稍待我們來拆解 就是說面對台股 我們明天該做什麼樣的準備 可不可以全面的做多 或者是說還是要稍微忍耐一下 我們從形態裡面幫各位做個報告 就是說一般來講 我們看每一根K棒 每一根K棒就是它在用一個符號 告訴我們過去特定時間 當時的四個價格叫開高低收 把K棒跟K棒做個小組合 它會形成一個趨勢 組合的時間 K棒越多對未來的趨勢 它就可以看得越長 越短它再告訴你越短期間 你應該怎麼做評價 所以以台北股市為例 我們的看法就在於 如果加權指數明天可以站上17307 那肯定你要極度樂觀 去面對新的一個不排除一個強烈的 一個行情來臨 但是上不了307 再怎麼樂觀 你在實際上的操作 你還是要先縮手 就不要急 就是說以307當作未來的一個評價 為什麼因為今天是周四 是周循環的第一個交易日對不對 所以它會關鍵到未來這一整周 到底是多方還是空方 關鍵就在17307點 好 老蕭老師說 今天儘管大盤在出現黑三冰之後 有看到一根紅棒 但是不能高興太早 因為尾盤就是沒有收上17307之上 為什麼17307這麼重要呢 來 我們來看 我們先看右側 右側是今天的走勢 我們講過一個叫量價 一個叫型態 我們先講量價 這麼長期 其實台北股市它非常的簡易 一點都不難 各位你只要稍微放輕鬆 其實你每天你都看得懂 怎麼看呢 每天早上開盤量你不要看 然後你看每一分鐘交易量的變化 台北股市只要開盤後交易量肯定是遞減 一定是往下遞減 那你不要急 你等它既遞減過程第一根 串上來就最大那一根 你把最大那一根抓出來 舉例 今天最大這一根的交易量發生在9.06分 我們講過在量價結構裡面 最大交易量所產生的交易價格 會告訴你未來的景限 未來 商品價格在景限之上 這裡就叫支撐 商品價格在景限之下 這叫壓力 所以雖然昨晚的美股也沒有上漲 台北股市過去這三天表現也不佳 可是它明明就站在17174之上 你就知道今天不會再有低點了 多方就是會守17174 你已經算好了 它會漲到哪裏 它會漲到17307 所以我們製土的時候 你看看還沒收盤 在17306 你根本不用等到收盤 你已經算好在這裡等它了 台股就是17307 好 我們看左側 好 第一個你已經很清楚 台北股市它的每個高低點的變化 所以我們就來看 我們講K棒 每一根K棒 它告訴我們是過去特定時間的開高低收 K棒K棒組合 它會形成一個短趨勢的力量 我們先看左側 好 這一根是黑的 這一根是紅的 兩根的低點幾乎在同一個位置區 我們叫引線對沖 引線對沖先黑再紅 它告訴你下面這一根一定是在 先紅再黑 你猜都不用猜 下一根就是疊 因為它是引線對沖 它告訴你我要漲 只要1 第二個 這根紅K棒跟隔日 就是這裡有個小小的跳空缺口 跳空缺口 叫做陶翼 它在告訴你我還要漲 所以它就繼續漲 這個框架它已經告訴你我還要漲 好我們再看這一次最高點 17633 17633 123 總共三根 就是這邊 不是這三根 這三根 一根紅的 我們叫一陽二陰 這叫一陽二陰叫內困反轉 什麼叫內困反轉 就是說我雖然這裡是一根實體的紅K棒 隔天創了短期新高點 但是它反轉被困住了 它被這個高點 它在這根K棒被這個高跟低 它被困在裡面了 也就是說不代表是個空 可是它在告訴你 要適度不要那麼樂觀 保守一點 因為我被困住了 我好像一個框框 我人像個木頭一樣在裡面不動 就是要困 叫內困 內困之後我們把它清掉 好 1 2 3 是不是連續三根 是 很明顯的黑K棒 對 三根黑K棒 因為這個是早上剛開盤的時候 所以是黑的 黑的 我們事後來看它變紅的 是 所以你不用等它收紅 它一開盤之前已經算好等它了 就是307 它有沒有今天收在304 306 那個都不重要 你已經算好 它就是一定是307 所以它就照著框架來 為什麼是307 因為你是個黑三兵 黑三兵最後這一根K棒 是個黑K 這叫仿錘棒 這是黑K的最高點 黑K的最低點 它是連續三根 你整個行情要出現扭轉 你最低最低程度 你要能夠站上這根K棒的二分之一 它的一半 一定要能夠 你這根K棒你站不上 都不叫多方 就是說行情不代表很差 可是沒有上307 就不能過度樂觀 老師是說隔一天就要站上 還是說隔一兩個假日站上就好 理論上是今天要站上 但是今天沒有站上其實已經蠻接近了 如果明天可以補上 我覺得也是OK的 好 老師 老師也提醒大家 就大盤 今天儘管是尾盤的時候收紅 可是有一點點可惜沒有站上 前一天黑棒的中值17307 就會看到明天我們機會 把這個指數站上去之後 大家也許才可以比較樂觀一點 但老實說 今天的量很低 可是不管是大哥小弟都有在做事 我們指數的分析看完之後 來看一下個股的變化好了 老師今天早盤我看到其實最強的一個族群 那就是矽晶圓族群 為什麼我們看一下這個表格 是現在九月份最新的這個矽晶圓 包含了多晶跟單晶的報價 都是往上漲的 那太陽矽晶圓中國現在傳出來說 漲得非常非常的兇猛 當月開始就反彈了大概百分之九 所以下游電池也會跟著漲 客戶拉貨很強勁 部分不會供給境外的客戶 所以受惠個股我們點出來 可能會有環球晶 中美晶 合晶 跟臺勝科 但是呢 臺系的電池模組 因為沒有辦法拿到料 面臨斷供 成本又增加 他們想要漲價 可是客戶不接受 受害個股可能會有太陽的模組場 包含了聯合再生 元晶茂迪跟友達 好 老師這兩塊 我們等一下一起來拆解 我們先來看一下 受惠的矽晶圓族群好了 公布報約營收 都是非常的亮麗 合晶年增率百分之四十五 歷史次高 創下今年次高的還有生陽半 臺勝科 中美晶表現也不錯 而法人似乎早就嗅到了這個風向了 昨天外資買超的第三代半導體 就有這一些 洪捷科 漢磊 世界 中美晶 全新 太極 金財跟景德 今天好幾檔個股的表現都非常強勢 尤其是這檔個股 盤中還拉到了漲停板 老師 那我們先想問一下 第一個是有這樣的利多消息 加上營收這麼的好 法人又在買 那矽晶圓族群 逢拉迴就是可以介入嗎 整體上我們的看法 先舉例 各位請看 聯合再生元金貌底 包括友達等等 最主要就在於 因為它的料件來源 那大漲 大漲造成它的毛利 它如果去購買高成本的料件 它會造成它的毛利率會下滑 那原本就是毛利就不是很高了 那壓力就會很大 可是大家也不用緊張 最主要就在於 因為股價本身 我們講商品價格 它就是個領先指標 所以當你有些時候 對新消息面很難判別的時候 我們就把價格拿出來看 那整體上你就會比較輕鬆 我舉例 比方說剛剛明君特別提到的 包括合金 聖陽辦 塔斯林科 中美金 宏傑科 漢磊 世界限制 這一大堆 最主要就在於 因為明天是最後一天 所以你可預期的 整體上明天標準邏輯 應該台北股市要走得很亮眼 也就是說 因為所有的報告都要公布了 因為這些報告的都是 對 但有些還沒有 特別是像台積電 就即將明天要公布 所以你值得期待就是說 台股明天是在時間點上面 是有機會的 但是我們還是要針對股價 來做檢測 所以我們舉例來看 各位請看 好 我們先把就幾個主要的 我們先看最簡易的 其他 所謂的其他就是說 我們看到今天早盤 許多個股 瞬間就拉上漲停板 或幾乎漲停 比方說有系統電 有利噸 有融科等等的 那大家會覺得說 為什麼這些股票漲這麼兇 你一查 一查資料就發現 8月營收創歷史新高 打一個星星 累計1到8月又創歷史新高 都是一樣的模型 就在於說 一檔個股 它股價要漲 它背後要有一個獲利能力 做支撐 那目前最直接的就是 因為要公告 9月10號 10號之前一定要公告 大家都要公告 你的營收報告 所以明天是最後一天 所以我們來看 台積電 值得期待 為什麼 因為明天要公告了 而且它今天尾盤是收平板 拉上來 世界先進 明天也一定要公告了 齊邦明天要公告 日月光明天要公告 已經公告的 聯電8月營收創歷史新高 累計1到8創歷史新高 南貿一樣 這通通都是創歷史新高 強到一個不行 所以重點會放在 明天要公告的台積電 齊邦 世界跟日月光 這幾檔個股就要看 我這樣看 台積電 世界 股價已經有所表態了 齊邦之前是聯電要入股 對不對 股價也有先就做一個演出 反倒是這一檔個股 似乎比較沒有這麼快 對不對 其實我們看了一下 它幾乎是權值股裡面 算是非常強的一檔標的股 各位你靜靜的看這個畫面 再回憶我們剛剛提到的 加權指數 好 加權指數是不是黑山兵 對 然後今天是一個低點 在黑山兵之後 那麼拉一根紅K仿錘棒 它不是 第一個這裡是一個變盤十字心 它很強 這是昨天 昨天台股是大跌 它沒有 它是拉變盤十字心 今天這一根K棒 硬是把這一根整個封閉掉了 所以日月光它在股價的表態上面 它形成的是比整個大盤接口來的強 所以我們回來從左側開始看 這個叫做一陰二陽 這是兩根K棒 紅的幾根紅的不重要 這一根是黑的 因為關鍵都在最尾巴這一根 這個叫空方孕育 也就是說沒有錯 這兩根K棒是持續往上漲 問題是它形成一個孕育 也就是說我不但沒有高點 落入這兩根K棒的一個空間裡面 它在告訴你 你要小心了 我要漏了 它已經在告訴你我要跌了 結果就跌了對不對 接下來這個是標準的日出東方 記住 所謂的日出東方就是 你把這裡當作一個山頭 然後第一根太陽竄出來了 這標準日出東方 它告訴你我要漲了 就上次日出東方是連電 對 一樣的 它就告訴你我要漲就好 那現在呢 這裡就這裡 好 我們來看 一 二 三 好 最簡單 這裡是最高點 對 這裡是最低點 我們用目視法就可以了 好 它肯定在這整個框架的上緣 對 這個一半以上 這個是不是在下緣 對 所以往下 這個在上緣 它已經告訴你我不一樣了 它告訴你 我這一次是要往上的 這一次是要往下的 是 所以你可以從短K棒的形態的組合裡面 你可以找到簡易的判別方式 老師 我們30秒談一下 就是多精細漲價之後 對太陽能族群的影響 這個要小心 好 第一個就是說 好 來 一 二 三 我們看量價 對 每次爆量 大家充滿期待 差差有大叫一樣 對 每次充滿期待 它就跌 就讓人失望 這到底是怎樣 這叫一 第二個我們來看 這是下跌的成本 對 這是上揚的成本 下跌的成本在31.45 是 上漲的成本在29.37 它一定無論如何 要佔回這個價格 賺回有機會 佔不回還要適度小心 好 以上是老蕭老師 今天非常詳細 針對的大盤 今天收盤的表現 對後續方向的研判之外 也針對的多精細 這個在中國的價格上漲 哪些受惠股跟受害股 可能後續要留意追蹤的方向了 如果說你對操作你手中止苦 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參考畫面上的大頭娃娃 跟老蕭老師加個賴 辦得持股問題 跟他來請教一下 好 現在這個大盤上面 半導體是這個整體台股的主流 依然是沒有改變的 但半導體當中好多他們的大客戶 都是蘋果 這兩天 因為疫情干擾 我們沒有好好地講 這個蘋果的發表會 人家發了邀請函 原來不只是一張紙 他還有彩蛋 這彩蛋很可能是未來選股的密碼 廣告回來請阿奔賽幫我們解讀 休息一下捨定五七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來 五七股市同學會 昨天我們節目當中 其實有提到蘋果 是發表了最新的邀請函了 確定九月十五號 臺北時間會來發表好多的新產品 但是沒有時間好好的講 今天請阿奔賽幫大家報了 阿奔賽我們看到畫面上 這我們昨天拍的邀請函 只是一張紙就不是 其實你要你的手機 去點這個邀請函的話 點這顆蘋果 原來他是一個擴增實境 對 他可以在你的辦公室 看到這個蘋果飛來飛去散來散去 原來他是有這樣一個滿好玩的巧思 而且不只是你可以套用這個蘋果 在你的辦公室可以看之外 還可以帶你去瀏覽一下 加州非常漂亮的風景 就對我們不能出國的人 真的是有一個想像的空間 那我們現在我們好好的聊一下 到底蘋果這次發表會 先從邀請函來看 玩這個擴增實境的戲碼 應該就是預告說 今年的發表會上面 擴增實境會有很大的應用 九月十五號臺灣時間凌晨發表 用iPhone手機或iPad的點邀請函 LOGO導入AR 就可以看加州風景 左右環顧 今天大家有空的時候 可以來玩一下 而九月二十號這麼快 哇就可以換這個 買iPhone十三的新機了 iPhone十三新機呢 有Mini Pro跟Pro Max 還有日落金等新色 所以這邀請函是一個日落的顏色 很美 然後我們看一下最近呢 可能大家爆雷說 有哪些新產品會推出 包含了四款的新機會搭 A十五處理器 跑分遠勝 其他安卓手機 這個最大受恢復就是台積電啦 i十二 i十三 據說i十三的瀏海會比較小 鏡頭光圈更大 搭載CIS LiDAR 這個相機的規格往上提升 另外呢 可能會有AirPods的入門館 首次更新 難怪今天宣德長這麼多 有可能 另外一個是Lightning 大家其實都知道Lightning 就是蘋果獨有的充電頭 沒辦法跟其他互用 可是你要順應潮流 現在筆電手機都是用Type-C Type-C真的很方便 很耐用 可能會變成Type-C 這商機無限大 那我們現在我們一一來拆解 距離掌握的小道消息 蘋果這次的發表會 會有哪一些驚喜呢 9月15號的話 其實這個Imagination想像很大 什麼都有 但是我可能認為就是說 應該是iPhone 13 最大亮點 還有AirPods還有Apple Watch 你看這邊所謂的iPhone 13 Apple Watch AirPods 甚至可能有iPad mini 或者是所謂的MacBook MacBook mini 或是蘋果的Display 就是可能是電視 好像很多很多 但是我認為可能只有三個 這三個的機會可能會比較高 我們看下一頁 該講這個影片的話 它是模仿這個奇異博士 是嗎 奇異博士它有一個魔法門 它通過這個魔法門 它加州就穿來穿去 就穿來穿去 是耶 所以你把這個 我們再回到上一頁 上一頁這個東西 再上一頁 你現在就是把它弄進去 變成是奇異博士的圈圈 這個Apple的logo 你把它點下去的話 你可能在一個湖泊上面 這邊飄來飄去 在那邊飄來飄去 好確異 或者是你再把它點一下 Apple的logo的話 有可能你在那邊遙望天空 加州的天空 是這麼的美 所以它的特色在這個地方 你看這個所謂的手機 有日落金 搞不好還有所謂 Hello Kitty的粉紅色的 也有可能 什麼都有 少女 去年比較差 去年是月翼藍 晚上會憂鬱的藍色 所以月翼藍的話沒有人要 現在的話可能會有日落金 或者是Hello Kitty的粉紅色的 都有可能 這我覺得不管是日落金 Hello Kitty粉紅色 我都很想買 所以這個魔法門的部分的話 就是這個學習奇異博士 自進 跟它自進 學習這個模式 我們來看下面一頁的部分 所以沿著聖武捷iPhone 13 有它的亮點 但是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我比較喜歡的是Apple Watch 是年紀的關係嗎 去年它有一個東西的話 它是用那個LED的感測 那感測有紅色 綠色 有紅外線的東西去感測 所以它會去吸收血液的顏色 知道它血氧的濃度 這是去年 血氧去 去年還有一個就是說 你可能在浴室會跌倒 摔倒 摔倒 只要有一個曲度 所以它羅盤有一個曲度的時候 就會嗶嗶嗶嗶 你可能 發訊息給緊急的重要的人 家來救你 你可能跟你家人 它可能在意識怎麼樣 對 所以原則上就是去年 那今年有可能 又有新的 對 一般我們血糖是要 刺一下 刺一下血 像我有時候測 還是不准 有時候量了好幾次 那現在它用了一個東西的話 不是親戶式的 它是用一種所謂的 易造異的一個光譜 那造異的光譜 要用色品 色品射到這個手裡面去 然後慢慢去吸收 它的色品的值 跑出來 125 還好 血糖其實 太低 不行 要補充一下 用這種方式 不用砍來砍去 砍來砍去 這很厲害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 應該是 滿有搞頭的 因為不用去 吃這個血 去量金屬的那個極 然後去吃那個血糖質 直接的話 你在這邊的話 你就可以量 而且它今年這個 還有綠色 對 也許紅色有 白色有 加有綠色 新的表 帶顏色 所以原則上 你可以發現就是說 也蠻有搞頭 我光是這個 血糖的偵測功能 我覺得非常實用 不只是台灣很多的 糖藥病患者之外 很多人對於健康的考量 也都會來測自己 血糖的高低濃度 如果說戴個手錶 就可以偵測的話 真的非常好 但台灣有沒有 公私社會 等一下我們在後面 就會來跟大家來講 大家再等一下 對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 奇異博士應用 AR應用 AR的話 其實我覺得它廣度會很高 你看 醫學院的學生 可能的話 就是要有一個大體 在這邊做模擬 有大體醫師 很血腥 很血腥 現在的話 我們用一個AR 心臟怎麼模擬 拍心臟手術 這邊弄的話 血會噴出來 或是怎樣 你只要AR的模式的話 其實你不用大體 對 所以未來都是用 這種AR的模式來做 所以AR的話 你可能建築在設計 室內在做設計的時候 你都可以用AR 所以AR你看 對 應用這麼很廣泛對不對 對 你看今年在這個地方 開始成長 對 明年成長212個% 這個今年快要三倍之多了 對 你看它的產值的話 增加多少 所以這個AR 未來這個產值的話 會增加很多 所以這一個的話 是值得我們去探討 未來很大的一個空間 對 看到成長這麼多的幅度 而且就在明年 難怪蘋果也要切進來 這個分一杯羹 對不對 好 那第三個 對 因為喔 蘋果大部分都是來的硬 對啊 現在前九這個規格不一樣 對 有5600萬噸的垃圾 都是電線 等一下那個 電線一大堆的 那15%的話是回收 是 85%的話是燒 燒就代耀心 對 空氣污染 所以你如果原則上 如果統一 就不會熱視那麼多 所以如果Type-C的話 輕薄精巧 耐差 對 可以高速傳輸 而且重點是高速支援 大電流 高速傳輸 所以你把這個Type-C改成 Line把它改掉之後的話 這個Type-C速度會比較快 以前蘋果沖大概20瓦 對 但是花尾他們都40瓦50瓦 那如果你用Type-C的話 你可以到50瓦60瓦 所以變成這個 對蘋果其實未來是很好 對全球的環保的話 其實是很有幫助的 我們在這邊整理一下 就Lightning跟Type-C 這個不同插槽的一些特點 對不對 所以看起來Type-C 不管在充電速度 產品特色 或者是適用普及度都越來越高 其實現在我用的筆電 也都是全部都Type-C的 對 就一條充電線 你哪一家的筆電都可以用 真的很方便 對 所以蘋果要重生爐柳 不能老是說這是我獨特的 這樣我要賺錢 我要賺多少錢 賺多少錢 你那跟大家都一樣 也就是說別人也可以用你的 你也可以用別人的 不要說我的就是我的 別人不能用我的 我就是我自己的專利 但是這個不方便 再下來的話是 所謂的這個螢幕刷新率 螢幕刷新率 現在只有60 這個意思就是說 每一秒換的這個照片的張數 每秒60張 現在改成120張 這樣速度就很快 那蘋果電影的話 播放的時候 它的水準就會比較高一點 不然以前60秒 玩遊戲 慢慢再動 慢慢再動 因為現在大家用手機 看影片玩遊戲 是非常普遍的事情 對 那以前只有60秒 大家都120張 你只有60張 所以它這一次的話 是120張 所以沿著上 都有一些幫助 好 那講到這麼多的特點 包含了蘋果油 就先預測 第一個有AR的應用 應該非常的明確之外 Apple Watch 也會有新的血糖 偵測的功能 第三個是 Lightning可能會 全面的改成Type-C 好 這些東西 大家都很期待 新的功能 可是哪一些個股 連結度很高 股價也許大家可以來留意了 所以預金光 一般未來的空間很大 如果說你只是說 手機的鏡頭的話 其實我覺得那個空間不大 因為手機就是13萬隻 就是在這個水準 未來如果有AR 那個鏡頭的話 一般來講 那個空間會更大 所以這個預金光 未來的空間是很大 但是短期裡面 一般來講 下跌斷之後 成交量也萎縮 所以沿著上 現在是個手勢 而且是外資賣 投信買 土洋對坐 所以這種現行 它告訴你說 它還沒有攻擊的力道 但是它如果突破550塊 整個突破550塊的話 比較具備一個空間 一個力道 所以最好是550塊突破的話 就是大量買進 好 這個因為益君剛剛之前有講 他們公司現在 也在非常積極的 在佈局AR跟VR題材 再搭配蘋果這次的邀請函 感覺他們應該吃了蘋果 不曉得淡了 8月營收公佈之後 也會不錯 之前外資有把預金光的目標價 調到了680塊錢 只可惜阿倫塞說 現在是土洋對坐 量還有一點點少 不過就守在這邊 如果突破550塊的話 就是一個公計的線型 就是基本面很好 但是線型架構的話 目前還是算弱勢的 好 預金光是大家熟知的 老牌的瓶蓋股 那新的瓶蓋股這幾年表現很強 我記得去年那個莉莉 說什麼邊吃充電線 就漲到無法無天的 那現在有個新的瓶蓋股 還有哪些可以留意呢 有一個光磊 怎麼說因為血糖 剛才我們講的 就是那個嘛 對啊 那760就是紅外線的 而且這個庫克說 蘋果未來對這個世界最大的貢獻 就是健康照護 那光磊的話 就完全支持這個東西 巴黎營收創今年次高 從線型來看的話 它是比較具備公圈架構 有一點要來挑戰千高的感覺 人家都拿高在下跌對不對 人家都是這樣 它的線型架構是還不錯 成交量的部分的話 其實它還是算蠻穩健的 所以如果從線型來講的話 它是有攻擊力 這支股票外資盾好像 哪一千第三名 一張中 瞄了一下 所以原則上它是可以做攻擊 但是如果真的是跌破32塊的時候的話 就要做停損 那沒有跌破32塊之前的話 一般來講它是積極操作 因為這個體材的話 我個人認為其實還不錯 因為血糖這個檢測 我也覺得很不錯 真的 但是問題就是說 要等發表才知道它是真的還是假的 現在傳說的話 是有血糖的檢測功能 是 除了發表會當天大家留意一下 如果是真的有這個血糖檢測題材的話 光磊就是一個相當受惠程度 比較大的股票 那第三個題材就講到是這個 Lightening轉成Type-C 這個高速傳輸 我們現在高速傳輸Type-C 台灣的概念股很多 為什麼你挑到3588的股票 同家的話 因為它連續六個月營收創新高 所以營收是很好 那過去的話很會漲 但是最近的話 它的下跌幅度稍微比較大一點 那其實它營收 連續創六個月新高是很好 所以我覺得它是具備 這個攻擊的一個力道 但重點來了 這五天 這個三大法人賣了2293張 大家都在賣 所以原則上 現在離際線又很接近 只要113塊沒有破之前 還可以繼續操作 但是如果真的113塊跌破 生命線一跌破的時候的話 就要小心 一定要設停損 但是113沒有跌破之前的話 這類型股票 因為連續六個月營收創新高 都有攻擊的一個實力 只是短期裡面的話 可能比較保守一點 就是因為三大法人都在賣超 所以原則上 如果三大老人回復買超了 我覺得應該就是一個很好的買點 如果說三法又轉成買超 加上它回測季線之後 整理整理 搭配買超營收持續創高 有機會再往上來做攻擊 好 以上是阿文塞 今天這個針對 九月十五號要發表的 蘋果發表會當中 很多的新產品爆雷的預測 真的讓大家相當的期待 那至於那一天會發表什麼東西 我們就九月十五號 再請阿文塞好好的拆解 如果說你對你操作你手中持股 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參考畫面上的大頭娃娃跟阿文塞 加個賴班的持股問題 跟他來請教一下 廣懷我們聊一下航運股的部分了 航運股昨天長榮有個好大的消息 到爆賺五百億元就算了 還要來買大船 原本期待航運股的利多 能夠在今天盤面上面發酵 可是為什麼航運股就是欠了一個 最重要的救生圈 這救生圈到底是什麼呢 怎麼關注呢 另外我們請來老師 聊的這個投信結帳概念股 怎麼今天全部又回神了 難道說光看投信轉賣還不夠 投信轉賣不一定是股價 會下修的一個指標嗎 還有什麼樣的觀點 大家可以來留意呢 廣懷來鎖定五七股市同學會 長榮宣布要買大船了 萬海也說要再買貨櫃 因為需求真的很旺 航運到底何時揚帆呢 關鍵到底要看什麼訊號呢 然後老師我們問一下 昨天好多水手們都很興奮 說這回也該長了吧 長榮扎巨資再買二十四艘的新船 日前訂造了二十艘 一點五萬2的大貨櫃輪 就是可以載一點五萬個貨櫃 再度啟動訂造小型貨櫃輪的計畫 要載兩百六十八到三百零七億元 買下二十四艘的新船 八月營收公佈了真的非常的漂亮 五百點二億元 五百億耶 年增百分之一百六十四標上的新高 可是今天看股價表現 尾盤是收在平盤附近 就沒有什麼激情演出 網友就有點黑人問號想說 都照船啊 還大賺五百億元 怎麼股價還漲不動 難道要照諾亞方舟嗎 好現在有人講了 航運股就是已經有兩顆好球 就再欠一顆好球了 怎麼看呢 第一個是長榮要出現三根紅K 才是轉牆的訊號 廣告時間我來跟藍老師聊到 似乎這一兩個月來沒有看過三根紅K 這數有一點難 但第二個關鍵第二個好球 我們已經投出來了 就是龍頭馬斯基的股價創下新高 全球不論是貨櫃散裝輪最近都大漲 好這個成立了 第三個條件是業績護體 散裝貨覽八月營收創下時尚新高 沒錯 長榮賺五百億元 這個也成立了 就差這個三根紅K 到底是不是需要 老師我們看一下其他的 這個貨櫃航運的散裝的 這個貨覽業者的營收 的確台化中飛航 結訊的八月營收 都是創下歷史新高 但是漲不動的原因 會不會是因為當衝客又太急了 我們昨天看一下有幾檔個股 被列為證交所的警示股 因為當衝比例太高 都是航運股 四回航昨天有百分之八十幾的人 都在當衝他 沒有人想留 中航百分之七十五點六 智信百分之七十三 陽明百分之七十二點八九 好 老師想先問一下 航運股這三個訊號 你認為真的要等到長榮出現 三根紅K之後才會轉強嗎 基本上的話是 因為其實在 在近兩個月的時候 其實他們的籌碼依然是太亂 並且這個類股真的是傷了我們這個 所有廣大水手的心 坦白講他的這個基本面 真的非常非常漂亮 每一天所出來的這個新聞面 也都非常的正面 像萬海他不停要買新櫃 不停要買新船 但是他的股價就是不會動 對啊 那像長榮的部分一樣 要買非常多的新船 然後他在八月份的時候賺了五百億 甚至於到了年底之前 有可能要挑戰六百億 單月賺六百億 單月賺六百億 你看他從今年以來五六七八這幾個月 他從三百多億賺到三百七十億 賺到四百多億 到了八月份賺到五百億 如果到了年底要賺到六百億的話 哇塞 那他今年真的是賺非常非常多 但問題是長榮這樣的股票 他給了我們非常多的希望 給了我們非常多非常棒的一個美夢 但是他始終就是不長 對不對 他根本就是一檔渣男 就不會動嘛 是不是 他不停跟我們講說 他的未來很好 你跟我怎麼樣 結果他就是 就不給承諾 該給你的就是不給你 那這種個股怎麼辦呢 其實什麼 其實坦白講 他即便是個渣男好了 其實他也只不過是欠一個 可以征服他的人 那如果說他等到 誰啊誰啊 對 等到他的年齡到了 等到他這個實際成熟 他還是有上漲的可能性 那個the one 對的人 the one 對 所以我們剛剛所說的這個三紅 其實是成立的 一定要 對 因為基本上 在近兩個月的時候 他根本就沒有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剛剛很認真的找沒 都沒啦 對吧 所以那除了這個情況之下 他也不見得要有三根長榮棒 那還有什麼條件 對 這是一個區間的概念 對不對 那他也有可能會慢慢的墊高 慢慢的墊高 突然之間一個放量 帶一個長榮棒 一根長榮棒 有過這個區間的上緣 對 沒有錯 當他有關鍵K 並且他的量能 要適當的放大之後 其實這檔個股 他還是有可能會開始攻 所以當長榮他有辦法突破 這個區間的上緣的話 我認為不管是長榮 陽明跟萬海 這檔個股應該就會有機會 好 這是藍老師 今天針對霍貴三雄的看法 也不用等著這麼辛苦 要等到三根紅K 只要在這個漫漫股價往上墊高 然後有一根出現關鍵紅K的話 就有機會再向上來做攻擊 另外我想問一下老師 這是霍貴三雄的看法 但今天大盤幾乎是百花齊放 雖然說成交量低 但是很多個股都是有買氣的 包含鋼鐵股的部分 今天我們盤中笑稱 就是無敵鐵金剛 有兩檔個股很強 一個是無敵做翻譯機的 這幾天很強 另外一個就是金剛 金剛居然今天又創下新高標的掌停板 代表說這鋼鐵的行情 就真的沒走完嗎 沒有錯 所以我們在那個 在這兩個月的節目裡面 就不停地跟我們所有的好朋友們 其實他的基本面真的不錯 除了基本面很好之外 他未來的展望依舊是很好 不管是中國的基建 或者是美國的基建 其實他的題材 根本都只是剛開始而已 所以這個類股我們當然就是 趁他還沒有漲的時候 不停地跟我們所有的好朋友們做報告 做追蹤 那其實你看 不鏽鋼相關的 到了八月份的時候 其實他賺的真的非常非常多 不管是從這個前八個月 或者是就八月這個地方來看的話 他的年整率真的都是非常非常漂亮 代表說他們是真的有賺到錢 那有真的有賺到錢 其實基本上就應該要反映在他的股價上面 對 好那我們就來看這幾檔的個股 我們之前跟大家有追蹤的 就像二零零二的中鋼 他從相對低檔 我們就跟大家講千萬不要賣 因為這檔個股的基本面非常好 因為他來到了區間的最下緣 這個地方反而是應該要買 對 然後他漲了一段對不對 然後到了近兩天的時候 他稍微有回來了 但我們也就是一樣在節目裡面跟你講 其實這一波在上漲的時候 這兩天有壓回 那這兩天就會是他要顧的一個地方 也就是這一天的低點 只要沒有破 他都是一個漂亮的多頭 所以在這個地方 他可能他就會這樣震盪 然後會慢慢地向上 對 沒有錯 所以那在今天的時候 他沒有破這個低點 然後今天果然就上漲起來 然後那我們的一五八四的金剛 我們的無敵鐵金剛 好無敵 真的非常非常強 那我們有看節目的好朋友 應該都蠻開心的 因為我們在上個禮拜 就跟大家有提到的 這樣一檔個股 我覺得老師 你就在這兩天拉回我都問你就說 就是沒破十字線 就沒有破十字線幹嘛賣 對 在一檔個股他在上漲的過程 然後他本來他就會震盪 但是在震盪的時候 只要十字線沒有破 就代表他是一個多頭的架構 沒有改變 沒有改變你幹嘛要賣 所以我們在這個在過往的時候 就跟大家有提到 其實一五八四的金剛 在這邊就有所謂的關鍵K出來 對 有關鍵K出來之後 在這邊做了一點簡單的整理 但是只要關鍵K的最低點 不要被跌破 他就是多方的架構 那既然他是多方的架構 就給他稍微震盪 震盪完之後 這一天 有所謂的確立K出來了 那一旦有確立K出來之後呢 他就是一波的上漲 對不對 那在前兩天的稍微震盪 其實十字線也都沒有破 對 那根本就不用賣 所以今天他又 就往他該走的地方去走了 老師那時候提醒大家 叫大家一定要小心 對 那這一檔的個股 一樣就是整個類股市多方的架構 但這檔個股極短線上面 可能漲多了 可能漲比較多了一點點 所以今天他稍微 有一點點破底的現象 但他沒有轉空 他只不過是怎麼樣 他只不過是陷入了整理 所以這檔個股 你如果要買的話 可能還要再等一下 對 等到他整理完之後 再買就好了 那我們的中鋼購 一樣是從相對低檔跟大家講 然後他一個波段上來對不對 那也跟大家講說 其實破了十字線 這檔個股可以先跑 對不對 那在今天的時候 他稍微有一點點的反彈 但是這檔個股 他還沒有變回多頭 他依然是在一個整理的架構 那這檔個股 在沒有站回去十字線之前 我們都覺得你可以 往別的個股來做發展 可以稍微再等一下 好 以上是藍老師 今天針對航運股 跟鋼鐵股所做的非常 幾個指標個股的追蹤跟觀察了 如果說你對操作傳產出去 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參考 畫面上的大頭娃娃 跟藍老師 在個LINE 問他囉 老師我們繼續追蹤這個 投信結帳跟作帳的議題 我們昨天才講 投信似乎在中秋節之前 有提前的結帳 的確啦 他也是心口如意 賣的股票就是跌 但今天沒有想到 在大盤這麼亮縮的情形下 有一些投信 大家認為已經結帳的標的 怎麼全部都漲回來了呢 難道說投信結帳不是就是只看他轉賣嗎 或是說我們不一定要這樣預測 就是投信他轉賣就一定會跌 好 我們來看一檔的個股 我們看2303的聯電 2303 大概會知道說 這一樣幫我們放投信 放投信 對 其實他會賣 但是他也會買 所以在前一波的時候 其實在這個地方他們是在幹嘛 一直平民的賣 賣賣賣賣 這個地方他開始轉買了 那市場個股稍微震盪之後 他創了新高 所以其實他 他如果有賣也不用太擔心 他打到相對低檔的這個地方 或者是他已經賣不下去了 反而他就會從這個地方去轉買了 還是說已經賣了好幾天了 也許就有機會 就有機會 不賣了 可是如果剛賣的還是要避開呢 剛賣的可能要避開 但是如果說這一檔的個股 他賣不下去了 或者是他來到了一個 所謂的資深的位置的話 那這個地方可能就是在市場上面 一檔個股他會有非常多的不一樣的力道 在這個去操作他們 那如果說別的力道 比法人的力道要來得更強的話 其實他不見得會跌 例如是賣不下去的指標代表個股 可能就是825的蓬城跟強茂了耶 看起來 沒有錯 其實這檔個股也不能說他賣不下去 坦白講就是他其實來到這個地方 但是不管怎麼樣 他在進行的時候真的是賣得還蠻多的 那也的確確有下來 但問題是他現在的位置 剛好打到了所謂的區間的下緣 那區間的下緣是個很奇妙的東西 他如果破了叫做轉空 但他如果沒有破那個叫做低點 所以你有可能是在這個地方 是有一個搶便宜的這個可能性 對 也就是你如果進場在這個地方 其實你的價格成本是蠻便宜的 是蠻便宜的 只要他不跌破的話 其實在這邊買應該都還ok 那基本上只要他們沒有越賣越多 然後這個這個平台區沒有被跌破的話 都可以值得期待 他未來會有一個反彈 那這兩檔個股還有哪一檔 可以持續幫大家來追蹤 好的那不管 其實這些的個股 我認為全部都會有機會 那如果說今天節目沒有辦法講完的話 一樣我會把它放到 我們的LINE AT的裡面 那像同城的部分 一樣他就是剛好打在 像強茂的部分一樣 他剛好就是打在這個平台區 然後在進行的時候 他剛好是有賣的 但是剛好賣到了這個地方 他會不會你看在近兩天的時候 他的賣壓是慢慢在變少的 所以我們就看說這個低點 是不是有辦法可以守得住 那我們這個4919的新唐 對 基本上他回的稍微比較深 在極短線上面 對 因為他們幾乎就是賣引操的第一名 第二名 稍微賣得比較兇 但是來到了所謂的這一條的 季線的位置 季線位置交 沒有被跌破的話 其實我覺得在這個地方 應該他都具備了反彈的力道 因為在下跌的過程當中 雖然他們在賣 但是量人是變少的 也就是沒有什麼太多追殺的力道 那如果他們是賣錯的話 因為可能在近期有Delta 這個狀況嘛 那可能他可能就是 覺得他手上持股不要那麼多的話 那他可能如果賣 他賣錯了 那有可能就把他給買回來 那再講一下這兩檔個股 3189的景碩 昨天是跌停板 昨天跌得很兇 那今天稍微又破了一點點的低點 但問題是你看 他們根本就沒賣 所以這個是一般人亂亂砍的 而並不是法人砍的 那個恐慌亂砍都對了 對 沒有錯 所以其實他的掌握依然是非常的好 那既然人家都還沒有跑 然後他又跑到了相對低檔這個地方 其實那這個位置 當然就會是一個機會點 那跟我們這個在節目上 跟大家說過的 三一世紀的驚恐是一樣的 我們都覺得說這個長黑棒 是不是他們賣的 結果他們沒賣 他們根本就沒賣 然後其實我們在講這檔個股的時候 其實他在買第二根 對 差不多 然後到了進階的時候 他其實是越買越多 對 反而是越跌他越買 那有拉回的話不就是個機會 我們再講一下最最後一張好了 好 最後一張 最後一張你看像聯電的這個部分 跟這個 無權電 對 那其實這檔個股就是做 泰北市相關的 那境內的泰北市要統一規格 那你看他才買第二天而已 他也還沒有轉賣 但是他就先跌了 對 所以其實我們